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每款产品的不同销售规模 发票价分别上调0.5至2元品 三 甜酒 起泡酒产品 根据每款产品的不同销售规模发票价 分别上调0.4至0.8元品 四 酒装酒 第九代几百纳 最吃鲜 中荡干白 百年星元 贵妇 魏美思 以及双支礼盒产品 价格不调整5 本次价格调整 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涨价可能为进一步清理品牌值得关注的是 此次涨价通知列的君提到 根据每款产品的不同销售规模 发票价分别上调 这一关键点由行业人士分析 张玉在开年的涨价动作 是希望以回款金额为标准 对其下品牌进行梳理 对于销量较大的产品涨价幅度 较小而销量不达标的产品 经销商则要承担更大的涨价压力 实际上这是变相对市场进行清理他谈到 今年前三季度 张玉实现营业收入38.6亿元 同比增长1.65% 净利润7.69亿元 同比下降5.69% 其中第三季度营业收入10.32亿元 同比增长0.14% 针对第三季度增速放缓 张玉官方表示 主要是由于低端9的增速放缓所致 此外快逊均获悉 一方面 张玉在今年内将重点放在高端白蓝地的推广上 时的高端白蓝地取得正好的增长 另一方面 今年年初张玉确立聚焦大单品 聚焦高品质 聚焦中高端的产品战略 加快产品收入和骨干经销商体系建设 大力压缩产品品项 将高端产品聚集在摩塞尔 爱肥宝 卡斯特 黄金兵谷 宝南爵 瑞纳城堡 丁洛特等七大九装产品 以及可养白蓝地 在同样的资金下 经销商会倾向于拿利润空间高的产品 导致其他产品 尤其是低端产品在市场动销 会被弱化张玉在元旦节点进一步停降 在梳理产品价格体系 进一步扩大单品营收之外 进一步实现产品聚焦或是此次涨价的重要目的 国产葡萄酒洗牌期 白铃进入2018年国内葡萄酒市场热趋激烈 消费者对于葡萄酒选择的多元化 正推动葡萄酒企业思考如何挖掘更新的业绩增长点 此外 受到国外葡萄酒大量涌入 国产葡萄酒产品价格区间进一步下移 中低价位葡萄酒市场竞争更是异常激烈 根据快训军书里 国产葡萄酒几大巨头张域 长城 通天股份 包括茅台葡萄酒等企业都有的年内都有产品结构性调整动作 即去年年底淘汰掉407个产品之后 长城葡萄酒今年年中再砍掉163个产品 经过两次梳理长城葡萄酒产品数 已有之前的1000多个精简制如今的400多个 而得益于产品聚焦通天酒业 在今年纽盔为营 今年高调染红的茅台 意大利清洗产品线聚焦到30个左右的品牌上 并同步提升单品价格 从近几年我国葡萄酒的产量情况 来看2012至2017年以来 我国葡萄酒产量成逐年下滑态势 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8年10月 我国葡萄酒产量达到6.3万千升 同比下降7.4% 至10月 葡萄酒累计产量达到50.62千升 累计下降6.1%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毫无疑问的是葡萄酒品牌 有着与白酒行业不一样的消费认知 旅行业不一样的消费认知